各位��다欢迎收听《神中科》 效法主耶稣 今天是2月14号 题目是《顺从带来平安喜乐》 全心节记载在费腊比书二章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内文说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与基督相似的奇妙前景 信服上帝律法的所有原则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靠自己,是没办法达到这个境况的 我们里面一切的良善都是借着基督而来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圣结,才能够得救 而圣结乃是当我们信服在真理之灵的操练和节制感化力之下 那个属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运行的结果 世人的信从唯有借着基督的公义轻香 使到每一个真信从的行动充满神圣的芬芳来得以完善 基督徒有责任坚持和克服各个缺点 他们要不断祈求救主来医治自己患病的心灵 因为他们本身不具备制性的智慧和力量 这些都是只属于主的 但是他会将他的能力赐给谦卑悔改 寻求他帮助的人 由于人类自负自满地放纵欲望 所以很多曾经认识而且爱主的人 现在却深陷黑暗 远离了天父 他们没有行在主的道路上 而这一条是平安喜乐的唯一道路 恩着他们的违抗 使得自己无法领受他的福气 唯有信服才能令他的大能前行 上帝赐下充足的憑据 证明他希望人人都得救 凡是拒绝上天恩赐的人 必定会被定罪 在最后的大日 当众人按自己的信从或叛逆 而受奖或受罚时 捉留地的十字架 要清楚地显现 在那些站在审判全地之主面前 在接受永远判决的人面前 直到他们领悟到 上帝对堕落人类所显示的爱 他们会看得出那些继续犯罪 甘愿与撒旦同伙 灭视耶和华律法的人 使道主蒙受多大的羞辱 他们都会见到信从这一部律法 能够为他们带来生命 健康、成功和永远的益处 内文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吧